观影不自赏,好电影虚同享,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由于今年炎热干燥,太极所在的村庄粮食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现象, 残暴的城主既然定下,只要超过60岁,就要被丢弃在名为地狱谷的硫磺谷活活饿死, 不符此规定者将会被斩首示众,只剩10天时间,太极的母亲就要满60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太极都在为这件事情所愁。 他叫卢乌道三,世代都是交互道士,此行受信州代官邀请,帮他驱魔祈福。 半道上,好心的道三提出帮太极祈福做法,实际上是想要骗取一些盘缠, 可是太极不过是一个卖草鞋为生的穷小子, 所以就算道三是满蛇生花,太极也只是闷头赶路罢了。 太极生性胆小,却很善良,奈何却取了一个母叶叉一样的恶妻。 看着空手而归的太极,母叶叉不断地恶语相向, 说他就是没有志气的饭桶。 一个男人会想方设法来弄钱养家,哪怕是用偷还是抢的。 自知理亏的太极也没敢反驳,打开破旧的房门就走了进去。 太极的老母亲年老体弱,也会出门捡一些小险,熬制一些汤给孩子添个肚子。 母叶叉野蛮地抢走了老母亲的勺,捣吃了几下之后,讽刺道。 捡了三两个小险子就一副不得了的模样, 有捡小险子的力气就该寻寻隔壁的老爷子快点地把自己给吊死, 那才是真的帮我们呢。 摊上这样的儿媳妇,老母亲是有苦说不出啊。 深夜,太极还在家搬家点地做草鞋, 被朝鞋的萌叶叉怒火中烧,将太极赶了出去。 老母亲听到声响之后,将自己唯一一件好衣服递给了太极, 让他拆开来绑在稻草上,这样就能做出更加坚固的草鞋。 这样的草鞋,多少应该能卖出去一点。 原本太极还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老母亲的一句,我再过十天就要去山里, 已经用不到了,将他的嘴给堵住了。 数日,天刚亮,太极就找到稻三, 希望稻三能够给他出一个好主意。 他实在是做不出将老母亲送到地狱谷的举动, 但是一旦违背城主钉下来的规定, 太极就会被斩首示众。 稻三看着正在扣鼻子的小孩, 灵机一动,给太极出了一个主意。 他告诉太极, 只要在他家的地板下挖个洞, 然后让母亲藏到下面就可以了。 他还说, 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一定很快就会被废除, 只要忍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太极一听笑竹烟开, 觉得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作为感谢, 太极将昨晚熬夜做的草鞋送了一双给稻三, 并且恳求稻三能够赐予他一张护身符。 稻三非常感动, 当即决定给太极写一张摆鞋不清的护身符。 可惜的是, 稻三写了一半符咒, 墨水就没有了。 方正太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 拿着这道写了一半的符咒, 感谢再三遍走了。 转眼间十天过去, 摩叶叉又给太极包老鼠药, 为其名曰, 这是最不会让他痛苦的办法。 实际上只是怕太极狠不下心来。 第二天, 还在熟睡的太极就被老母亲叫醒。 原本太极将自己挖洞的计划说出来, 聪明的老母亲早就知道一切, 只是劝太极, 规矩就是规矩, 不要小看这个世间, 如果你敢小看他, 后果会不堪设想。 拗不过老母亲的太极, 只能背着他出发了。 一路上, 老母亲没有一点怨念, 只是安稳地浮在儿子的背上。 他们经历了崎岖的山路, 在路过一座老旧的吊桥时, 老母亲叮嘱太极, 要小心一步一步地慢慢走。 走过吊桥之后, 太极背着老母亲来到一片密林, 这里有许多石雕塑, 一时间仿佛念咒般的声音 在太极的耳边响起, 你这个不孝子, 忘恩负义。 太极一时失神, 抱着老母亲摔倒在地, 太极的脚被扭伤了, 这一下得换成老母亲背太极了。 突然间, 晴天惊雷响起, 太极吓得紧紧地抱住老母亲, 老母亲感到异样之后, 眯着眼睛大笑, 你从小就害怕打雷。 这句话说的就像惊雷在太极脑中响起, 当年年幼的太极因为害怕打雷声, 躲进了用木头搭建的架子下面, 突然之间木架子倒塌, 老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了太极, 却因此导致她的左腿被木头砸到, 落下了腿脚不变的病根。 想到这里, 太极充满悔恨, 多怪自己当年太胆小了, 现在还要送自己的母亲去死。 太极不断懊悔, 使自己没有出息。 最终目的地终于到了, 地狱谷内遍布尸骸, 不少石斧的乌鸦在这里定居, 老母亲刚坐下, 就拿着棍子要将太极赶走。 太极在后退中不小心摔倒, 在尸骸边上, 瞬间她被吓破了胆, 最后滚落到了山坡下面。 等到太极醒来后, 却发现自己迷了路, 她不知道哪边是回家的路, 这时小荡上险壳正在闪闪地发着光, 这是老母亲害怕太极找不到回家的路, 提前做好的准备。 想到这里, 太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连滚带爬地赶到地狱谷, 老母亲虽然昏倒带地, 但是在太极的再三呼喊之下, 终于睁开了疲惫的双眼。 这一下谁也不能够拦住太极 带老母亲回家的决心了, 回家之后, 太极就将老母亲藏在了之前挖好的洞中。 另外一边, 道三在帮忙带官解谜时遇到了麻烦, 他只是一个会祈福做法的小道士, 哪会解什么谜呢? 可是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道三抱着死到有, 不死平到的想法, 将货水引到了太极这儿。 原来城主要让带官做一个不用敲, 也能够想的大鼓。 现在他将这个难题抛给了太极, 明天之内, 太极就得将大鼓做出来, 不然这带官就得切腹自尽, 当然太极得先垫背。 母夜叉在窗外也听到了, 顿时觉得太极惹上了大麻烦, 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 母夜叉在家里发泄一通之后, 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破烂不堪的家。 但洞中的老母亲早就有了主意, 只要将大鼓的皮挖开一点, 然后去抓很多虎头锋塞到鼓里头, 最后用纸把洞封住再装到箱子里。 而且, 想要听到这个大鼓发出的声音, 但先躺到床铺里独自一个人听才行。 这件事情必须要记得转告给那位大人, 老母亲再三叮嘱。 不久之后, 大官再次召见了太极, 原来城主非常好奇, 这个不用敲也会想的大鼓的原理, 最终将贴在大鼓上的指筒破, 结果飞出来了很多虎头锋, 城主当场一命呜呼。 捡回一条命的大官非常开心, 决定给太极一大笔奖赏, 但是太极不求其他, 只是希望大官能够废除那条违背人伦的法令, 大官见太极孝心可嘉, 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母叶叉听到太极得到大笔赏赏之后, 急不可耐地回到家中, 他知道, 就凭太极根本没有这样过人的智慧, 一定是老母亲在背后献祭。 母叶叉就找到老母亲后, 逼问那些赏赏的下落, 甚至用去大官府告状把太极私藏老母亲的事情走路出来作为危险, 老母亲这才交代出来, 他说那些赏赐被他埋到了去地狱谷途中的那片密林, 那尊地藏王像下面, 母叶叉洗出王外, 立刻出发到那里去挖宝藏, 一番挖掘之后, 找到了一大片金箔片, 贪婪的母叶叉又将其所有都打包带走, 可是在经过吊桥的时候, 一脚踩断木板, 从吊桥掉了下去, 当场被摔死, 他背的哪是财宝, 全是大块的石头, 与此同时, 太极终于拿着赏赐回到了家, 现在那个法规完全被废除, 老母亲以后再也不用躲起来了, 太极决定熬一锅百米粥庆祝,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百米粥了, 在窗外的倒餐却看到真相, 屋里只有太极和他的小孩, 老母亲只有太极能看到, 原来, 老母亲早就在地狱谷吞食了那包老鼠药, 老母亲因为担心儿子, 所以灵魂还留在人世间, 继续守护着自己的儿子, 也许这就是超越一切的母爱吧, 这则故事选自《怪诞百物语》中的第三个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集观看哦, 好了,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